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作者 伊梦黄梁播讲《幻音空》第215章 上门闹事 有 系统道 为什么呀 这种观点明显就是错的 慈悲过度 那造成的后果不比那恶人差呀 方正咒没问 但是那也是真慈悲 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向善 这一点你不能反对 不过这慈悲只是小善 无法和大善相比 系统道 方正点了点头 嘴上没说 心里却不认可系统所说的 慈悲造成的恶 那就是假慈悲 和作恶有什么区别吗 酿成恶果后 这慈悲还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 欧洲美帝 啊 大威斯拉 卢卡和史密斯对望了一眼 却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之色 卢卡 我怎么觉得 你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史密斯道 卢卡也跟着点头 嗯 是的 至少我还活着 没有那位华夏的高人 送他去见上帝 那么 为了庆贺 你还活着 要不要 请我喝一杯呀 史密斯渐渐的问道 如果 你想被我打死的话 那我不介意 卢卡气愤的盯着史密斯 他都赔钱了 竟然还被坑 然后 岔开话题问道 史密斯啊 你还想继续啰嗦我吗 史密斯果断的摇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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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觉得 还是做我们的劳本行吧 电脑维修员 你看 这么高大的 高大上理职业 你怎么不干呢 卢卡道 我想去一趟华夏 不过日程还没有安排好 去见一见黑了我电脑的家伙 嗯 电脑里我打不过他 现实里我应该可以给他一拳 我的一万美金 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卢卡看着自己的宝贝是欲哭无泪 史密斯笑了 与此同时 方正的功德值悄无声息的增加了 杀就是不杀 不杀就是杀 方正嘀咕着的同时 将这段话表到了佛学论坛 然后直接退出了 他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言论 并不想和任何人争论 或者辩论 收了手机 开始打扫佛堂 连续两三天的扫落叶 猴子的心性明显好了不少 至于做事 他已经不那么毛躁了 不那么乱来了 对此 方正只是微微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落叶还得猴子扫 佛堂还得他和松鼠打理 至于独狼嘛 依然是打水主力军 独狼打水很有自己的特点 特质就是两个水桶背在背上 站在全眼流淌水的地方下方 就是接着就行了 只不过每次都弄得湿漉漉的 这一点独狼很不开心 中午的时候 一个快递员胡探来了 来的那是风风火火呀 放下包裹 方正签了一个字 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跑了 明显是干劲十足啊 方正对着胡探的背影 双手合十 宣了一句佛号 算是送行了 打开包裹一看 方正哼哼笑了 松鼠 你的礼物到了 方正一声喊 松鼠立刻从窝里跑了出来 一扭头 眼睛顿时就亮了 原地是又蹦又跳 这是马娟施主送你的新家 怎么样 喜不喜欢呢 高潇高高举起一米多高的松鼠别墅 笑道 松鼠原地翻了两个跟头 结果因为太肥了 直接栽了下来 正扫地的猴子一把抓住其尾巴 将其接住 然后放在了地上 敲了敲松鼠的脑袋一下 仿佛在训斥 他太毛躁似的 方正顿时晚耳 最毛躁的家伙 竟然也开始训斥 别人毛躁了 松鼠的新房上下三层 看里面的结构 完全就是按照人的房间制作的 恶趣味十足 有床 有沙发 还有模型电视 还有螺旋楼梯呢 房子后面还有天台 天台后面挂着一个 大大的旋转跑轮 方正一边给松鼠 安装新房屋 一边感叹 人不如鼠啊 他还没有住上这么豪华现代的别墅呢 松鼠倒是先住上了 安装好松鼠的新家 方正拍了张照片 给马娟发了过去 毕竟是人家的心意啊 你怎么也要感谢一下 马娟不在线 方正收起了手机 招呼毒狼出去散步去了 松鼠有了新家 正兴奋着呢 哪有时间搭理方正啊 猴子扫落叶 为了中午饭 他也只能留下了 一出门 方正就看到几个乡客过来了 不过看情况 似乎不太乐观啊 来了五个人 五个人都是一脸的利器 三男两女 那个女的呀 是更是愤怒无比 方正就纳闷了 他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啊 方正正琢磨着 五个人就已经来到了门口 一看到方正 带头的女子就训斥道 方正我认识你 你就是这家住持 对不对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贫僧正事 施主有什么问题吗 哼你这个骗子 我看我打死你这个死图驴 说完女子就要上手 后面三个男子也是跟着贺骂 其中一人是留着一个大背头 贺问道 什么破四庙 一点也不灵 还四处招摇撞骗 今天看我不拆了你这破庙 方正眉头一皱 背后一个狼头弹了出来 呲牙咧嘴 白色牙齿 锋利如刀 体大如牛 一脸凶悍的模样 吓得原本耍胸弄狠的几个人 顿时往后退了一步 要动手的女子更是叫道 方正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动手打人可是要犯法的 放狗咬人也是犯法的 方正顿时无语了 你说这人呢 还是真是双重标准 刚刚如果不是毒狼 比他们更狠 这几个人多半就要动手了 那就不犯法了吗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 这是山中的野狼 上过新闻的 贫僧也无法完全管他 所以几位施主 最好要和气一些 免得惊扰了他 那后果 贫僧还真不敢说呀 你 你 几个人顿时气得羽结 他们是附近村子里的人 对于方正不算太陌生 之前没少听人提起过方正 知道是一个没什么脾气的小和尚 好欺负 可是眼前的情况 明显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这和尚或许好欺负 但是这狼不好欺负呀 大姐呀 咋办呀 一个带着有点愣头愣脑的年轻人问道 咋办 你能打过狼啊 咱们就削他一顿 解解气 另外一个女人说道 年轻人苦笑了一声道 他打不过呀 女人白了他一眼 指着方正道 方正 你别不服气 你不是说你这寺院灵验吗 不是有求必应吗 怎么我求了子 什么都没有求到呢 歧视我怎么着 还是说 你有偏方 没告诉我 这个黄岚啊 这次来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打砸寺庙的 而是为了偏方而来 那么多人都求到了 就他没求到 他认为 其他人不是求佛 而是求了方 就是偏方 才有了效果 本集播讲完毕